娱乐圈中有很多有实力的艺人,也有很多演员,因为自己在某一个作品中的教科书式的演技才能,而被网友对自己在那一刻的演技表现,并取出一些流行式的演技名字。 而说到整容式演技,灭他连的表演方式,恐怕所有人都会想到赵又廷,赵又廷今年已经三十四岁了,但是加入这个圈子还不到十年时间,可是令人羡慕的是,他在这十年的时间内,不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气,成为了一名有着相当丰富经验的老旗鼓,而且还在这个圈子里,遇到了自己完美的爱情。 他和圆圆之间的恋情异常的甜意,甚至没有出现什么负面的消息,而且在采访中,他谈到圆圆的时候,也都是一脸重蜜,就像叶华看着白显时候的样子。 而且,这个人不止这一点令人羡慕,在他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时候,他的友情也是令人异常的佩服,因为他和另二狗真的是一对好基友。 有一次二狗在上大本领的时候打电话坑骗他,说自己的鞋不见了,他甚至要去给二狗子去送,在娱乐圈有了爱情,有了事业,还拥有这样令人羡慕的友情。 赵又婷的人生真的是活出了自己媳妇的名字的样子。 赵又婷,不仅是让观众们羡慕,而且是让艺人们羡慕,有很多和他一样有着爱情,有着友情的男演员。 但是却没有他这样平顺的演艺事业,因为他在09年刚踏入这个圈子的时候,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就,是主演,而且还通过这一部作品就大获起来,那就是痞子英雄。 而仅仅通过这一部电视剧,他就完全奠定了自己的影视圈的地位,因为这一部作品,他就拿到了男主角的奖项,而之后几年之间,他就在都在没有出演电视剧,而是全部精力放在了大荧幕上,电影也给他带来了许多的荣耀。 但是,却始终没有电视剧那样角色深入人心,而他的第二部电视剧就是《翻生翻世》,这一部作品,他又给我们展示了才能,以一种新的演技才能让所有人都记住了,没有表情的脸反而能够更细致的刻画出人物的情绪变化。 他饰演的两个角色,夜华和莫渊,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表情的变化,但是却通过紧紧细腻的眼神,或者是嘴角的动作,就能够刻画出来角色,内心深处,的巨大的情绪波动。 而这部作品之后,他又是把自己放回了大荧幕,但是小编还是希望他能够带来更多的电视剧作品,因为那样的角色更经典,不是吗?